字幕- Kim 乔如 Sin iffer neon 大家好 我想介绍两个作品 这个作品都是来自 诗篇的十九篇 其中一个作品 它的主题是 《神仁言说话》 《支音言说话》 诗篇中説 朱天述说神的荣耀 穷仓传扰 祂的手段 原来神透过 受造世界 一点对我们讲道 所以在这篇诗篇里也提到太阳 我就用了太阳花来代表这个受造世界 而诗篇中间的部分说 神的律例、神的典章能够明亮人的眼目 使愚人有智慧,能够快活人的心 原来神今天透过他的圣言、圣经 跟我们说话 而在诗篇后半段说到 谁能知道自己的个失呢? 求你赦免我隐言未现的罪 求你拦阻仆人,不要犯任意妄为的罪 怎样才能知道我们隐言未现的罪呢? 原来圣灵来到去光照我们 圣灵跟我们说 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 自己责别自己的时候 就知道圣灵跟我们说话 所以今天神没有沉默 今天神透过受造世界跟我们说话 神透过他的圣言、圣经跟我们说话 神透过圣灵在我们内心跟我们说话 但人对神的说话 的态度应该是怎样呢? 在诗篇十九篇也说到 这个作品的主题也叫做话语 神说他的话语给物金甜 给风房滴下的物金甜 给金可羡慕 给极多精金可羡慕 今天我们对神的说话有没有一种渴慕 对神的说话有没有一种觉得真而重置 因为神的说话是传到永远的 神的说话仍然对我们每个人的生命 都能够发出改变和影响 为什么? 无论是透过受造世界 明天神的说话刻在石板上 写在疲卷上 印在纸张上 更加是今天我们拿起手机 就可以看到神的说话 问题就是 今天神的说话 有没有在你的心板上 希望我们知道今天 神透过诗篇十九篇告诉我们 我们听神去没有沉默 神仍然与我们说话 只不过我们的态度 是否能够对神的说话有一种渴慕 和对祂一份珍惜宝贵 愿神祝福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